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这会儿赶紧上沙发 爸爸说他有健身了,多宝宝可不能捣乱呢 小宝贝也上来了 还学着多宝宝打滚的样子在这儿滚来滚去 多宝宝可不打滚呢 多宝宝这会儿是乖宝宝 爸爸健身的时候多宝宝不能捣乱 所以多宝宝紧偏紧偏沙发呢 多宝宝这会儿看着小宝贝来回跑 还有点嫌弃他呢 小宝贝一点也不乖 就不像多宝宝一样 找一个地方稳稳当当的呆着 可是多宝宝在这呆 怎么感觉有点热热呢 小宝贝越走越慢 他是不是觉得没有意思了 他是不是想跟姐姐一起拍啊 姐姐可不去 你要找姐姐吧 就得给姐姐找好吃的 姐姐都馋了呢 刚才他吃好吃的都没给姐姐 一回家又吃面包又吃饼干 还吃了一个大橙子 多宝宝这会儿没有好吃的 可不去呢 不过小宝贝这会儿要拿什么东西 多宝宝赶紧盯着看 他要是拿到一个多宝宝想吃的 多宝宝就赶紧去呢 那是刚才吃的那个干干呢 多宝宝馋了 那个干干可香了 是榴莲味的 榴莲味的也可香可香了 然后多宝宝就吃不着 他又过来了 多宝宝要下去自己看 看看是不是刚才那个饼干 好像真的是这个味道呢 多宝宝的鼻子问起来准没错 妈妈还说多宝宝是小蝉猫 还说不给多宝宝吃 多宝宝怎么不能吃呢 妈妈说太甜了 而且是油炸了 小宝贝也刚要吃 后来想着想着他又不吃了 他要是吃多宝宝还能跟这个瓜 然后小宝贝就准备要收走了呢 拿着饼干他就跑了 多宝宝都没有跟上 还以为他能打开一个呢 没想到他把饼干送走了 回来之后还说今天晚上不吃零食了 那多宝宝岂不是白来找你了吗 妈妈给多宝宝找个零食呗 爸爸都没时间理过宝宝呢 小宝贝还到处开始收拾垃圾 这小宝宝今天还来勤快劲儿了 赶紧给姐姐找零食得了 姐姐都在等不在乏了 然后他还在问妈妈这问妈妈那的 问这么多问题 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 多宝宝就有一个诉求 吃点好吃的就行了呢